此前为了比赛的公平性和裁判叫板子 为了中国跳水队在比赛上不被恶意扣分 一举把曾经的跳水女皇送上裁判棋 就连这次东京奥运会也是大胆的启用心人 到底是怎样的何方神圣能有这么大的能耐 今天就来说说这位传奇人物 在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上 有一位中国的运动员和现在的全红蝉一样 都是站在十米跳台上 展现出了自己的完美一跳 同样是经验思索 这个人就是现在我国的跳水队领队周继红 正是他的出现 不仅拿到了我国跳水队在奥运会上的第一个冠军 也从那时开启了我国跳水队的新时代 周继红出生于湖北武汉时 一开始他是学习体操的 后来才改成跳水 本身84年的奥运会是没有他名字的 也是因为原定参加跳水的选手吕伟受伤了 周继红才会有这个机会参加比赛 第一次参加就夺得十米跳台冠军 创造了历史纪录 当我们都以为 这个奥运冠军会继续走下去的情况 意外悄然而至 他的运动年生涯很短 夺得冠军 后两年就选择了退役 但很多人都认为 周继红要永远退出泳台的时候 他又开始努力学习英语 毕业后就直接担任了跳水队教练 在中国跳水队陷入低谷节时 周继红被受命绝掌 之后跳水队便迎来了转机 带着众多知名教练的质疑的影光 周继红在此后的大型比赛上 大领团队多次取得游异成绩 用自己的成果证明了自己的学历 让那些怀疑他的人统统闭上了嘴 从运动员到教练这期间 已经出现过很多困难 可是这些并没有让周继红就此退缩 而这次东京奥运选人也是他的决定 在选人方面 你就除了全红尘没有上过大型比赛 其余的人都是有大赛经验 并且拿到冠军的 不过全红尘的表现 一直没有让周继红失望 甚至在之后还会对全红尘加以培养 在神秘跳台上 哪怕是说全红尘最后一下补跳 同样是能够拿到一位奖牌 这就是我国跳水队的决定 此前一度觉得周继红 用他是占用名额资源 就这么一位黑马 赢得周继红信任 这就好似伯乐与千里马 周继红是伯乐 而隋红尘是千里马 在同样优秀的人选中 挑选最合适的人来 这眼光是有多多了 隋红尘还只是其一 此前的郭金晶被誉为跳水女皇 也是他一手带出来的 还有扶冰霞 蓝队里面的跳水王子田亮 都是出自他手 在周继红领导下 我国跳水方面 也是开始霸主世界勇敢 可是实力强了 在比赛上就遭遇了很多针对 在09年的罗马世锦赛上 我国小将张鲜华 在男子三米版决赛上 遭遇了裁判的恶意口分 周继红也是想都没想 直到裁判面前比论 施责裁判 对待中国跳水队 不公的待遇 也正正因为这些原因 让周继红做了一个决定 为了持续比赛的公平效 让郭金晶进军 国际永连 当时也是自讨腰包 带着郭金晶学习英语 在进军国际永连前有更好的接触 在周继红的带领下 也是有很多他培养的运动员 进入到国际永连委员会当中来 这次奥运会上 也是看到了退役后的郭金晶的身影 他此次的目的 就是当裁判的裁判 有他在看着 裁判也是没有人 敢再对我国跳水队成员 故意进行压分 这让我国全红衬小姑娘 在比赛上再次创下女子十米跳台 历史记录 这次跳水队 也是达到七金五银的优异成绩 不过此天 周继红在网上也陷入过舆论风波中 在担任教练一局后 也是规定运动员不允许私次接言广告 如果想接广告 也必须得经过周继红的同意才可以 可是总有人想试试风险 疯狂在试探教练的底线 此前作为国家队的跳水王子 田亮在04年雅典奥运会上 夺得金牌后 也是迎来巅峰时期 热火之后 不少常常常向田亮发出邀请 代言广告 可之后 夜上造恋之道私下接广告 这也是违反规定 在田亮之业生涯巅峰时段 就被开除国家队 不过也是长时间接广告 有了名气后 成功转战娱乐圈 在此后的事业上 也是一帆风顺 吸引了很多粉丝 不过也让周继红成了网上的罪人 就因为田亮在巅峰时期被开除 对于国家队的责骂 周继红也是选择 居臣之外 随便你怎么说 我安心做好自己的事就行 正是有周继红这样的人 中国跳水队才会胜见不衰 带领我国跳水队走出低谷 这样的光转教练 就只是教练吗 最近几年 为了我国跳水的世界上 有影响力 14年被任命为 运动员委员会主席 17年继任 中国游泳协会主席 19年的中国跳水协会主席 在今年的奥运会前 也是当选了历史上 第一位女性国际泳联中主席 运动员学习多次获得奖项 来到教练一职 也是带领团队 拿下多个奥运会 试锦赛的游艺成绩 打破了国际上的种种之一声 培养出很多泳团传奇人物 也是被人们称之为 奥运会铁娘子人说 她的一生 可谓是具有传奇色彩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点赞加关注 后续带你了解更多内容 拜拜